从王思聪前女友到马云的学生 从淘宝网红到女企业家 这些听起来跨度极大的成分 都是属于90后女孩雪梨的表情 本期榜榜给大家聊聊雪梨的法家事 雪梨本名朱晨慧 9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 都说温州人很会做生意 作为土生土长的雪梨来说 温州人精神在他身上诠释的灵敏尽致 09年雪梨考入浙江工商大学国贸系 在校期间就是学校出了名的美女学霸 11年还在上大三的雪梨 看到了互联网经济的商机 用3000元启动资金 和闺蜜开了一家淘宝服装店 自己做模特 闺蜜负责拍摄 虽然事业刚起步 但雪梨心中已经种下了 年转10个亿的小目标 2013年社交电商的兴起 雪梨也抓住机会 开始在微博分享自己的穿搭心得 吸引了大批粉丝 店铺生意越做越好 然而使她关注和流量暴增的 莫过于15年和王思聪恋情的曝光 这可比其他宣传手段厉害得多 一夜之间 她迎来了上亿网友的关注 瞬间涨粉400万 雪梨顺势借助王思聪的知名度 给自己的淘宝店引流 但与此同时 她的一些黑历史也随之而来 有网友爆料 她靠男人上位 曾和温州一位已成家的富二代 有不正当的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的关系 和王思聪相处了一年多的感情 还是走到了尽头 15年 网红经济的大爆发 再次让雪梨嗅到了网红文化的风口 她同合伙人成立了 陈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签约了30多名网红 成功开店27家 五家店铺获得淘宝女装类目第一名 通过一年多的运营 公司估值近10亿 2017年还登上了福布司发布的 中国30岁以下的精英榜 能在短短数年间连续跨界抢食 且屡屡做到行业俏处 可见她是一个颜值与才华并存的实力派 同年雪梨与富二代张眼走进婚姻殿堂 次年便诞下一个儿子 家庭事业双丰收 有了老公的扶持 她的服装生意如虎添翼 销售额连连攀升 27岁的雪梨 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奋斗到如此高的成就 可以说算是非常优秀和励志呢 然而雪梨可不甘心就此直播 去年当直播电商掀起巨浪时 她再次瞅准时机迅速杀众 首场直播带货便喜获6100万成交合 接下来的21天里 断断续续开了三场直播 合计销售额达到1.7亿元 声明确起之际 还邀请范冰冰等各路明星 做客直播间 网红与明星的跨界化学反应 屡屡登上热搜 受媒体专访时 她曾高调投入 自己公司年流水高达30亿的惊天言论 今年3月份 雪梨在微博宣布了自己成功进入湖畔大学的喜讯 不仅成为了马云的学生 也结识了众多商界大咖 这个由马云 刘传志 蔡红冰等一众企业家 和著名学者创办的圈子 拥有超级强大的人脉和商界资源 对未来事业发展带来的助力是不可预估的 纵观雪梨的事业成长史 用开花而自行众也不为过 在网络的迅速发展下 雪梨成为了第一批网红经济浪潮里的受益者 她不再是谁的前女友 也不只是靠脸吃饭的网红 而是一名优秀的女企业家 你还知道哪些成功利息的网红企业家吗